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去玩一下 因为毕竟金秋十月秋色的美景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请娜老师给我推荐一下 有哪款车能够适合我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的 我们今天特别高兴来到这边 凡凡有这个需求 那我一定尽量来满足 今天给你介绍一个选车非常好的汽车大权网站 汽车大权一个网站 我以为你要直接跟我说一款车 其实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专家来帮我们一起来选车 来 老住 你好 汽车大权本人 我是汽车大权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您跟我们说的是哪一款车 2018款的奔驰GLC260 Homematic 这是一款四驱的SUV 来之前就知道它有一个新的slogan 叫做感为英雄 对 没错 那我们三个英雄今天就是要一起去测评一下这款车 然后感受一下它 其实这款车感为英雄这个slogan我觉得还挺贴切的 因为它看上去就是整个外观上第一印象觉得特别洒 我觉得女孩子开出去也特别带劲这种感觉 对 是这样 我和我们一样低调的小一点 就感染一种感觉 好 Going face 开始 有一种 증 差 ط 可 果 你觉得第一印象怎么样 瞧这个外观 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一印象 这款车的外观很熟悉 因为奔驰系列 它是属于延续了奔驰系列 这种就是很有美感的流线型 然后我看上去 我不用看标都知道 这一定是奔驰的车 其实上一代的话 变化还挺大的 之前的SUV系列 还会比较硬朗 然后这次的话 更像是它家 家族化的S系列的 整体的流线型 非常的流长 对 我觉得其实这代 还真的是挺适合女生来开的 对 因为它这样的一个设计改变 可能会更吸引很多的 女生来选择这款车 那老师我发现 它这个出风口很特别 就是很帅 因为我也看过其他奔驰车型的这个出风口 跟它不太一样 它这个圆圆的设计又很可爱 然后又给人一种很运动的感觉 看到这个出风口 我觉得我应该这个时候放一首 这个远走高飞这样一样的歌曲 然后我要开着车 我要去寻找适合远方我 对 这次的这款车的内饰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 它整体的非常有动感 而且功能性也特别强 它是一个全向的一个出风口 车里面的这五个呢 它每一个都是可以单独调节的 而且所有的方向都没有限制 这样的话呢 比如不管是司机还是咱们副驾驶的位置 都是可以有很舒适的风量吹过来 这样的话呢就不像以前有那种 就是只能是固定档位的 然后只能往外吹点 对 它这个就比较灵活 你想吹哪里都可以 就等于说360度无死角的这样的一个了 冬天对女生来说很重要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次内饰上还是有很多 除了说创新的 还是有自家做的非常好的一些传统 比如说咱们的牧师这块 对它这个木纹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奔驰的味道 而且我一直特别喜欢它这个 像水波纹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木纹的设计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木头 真的木材 它一下子把这个质感就升上来了 你看它中控这个部分 就是很运动感很现代感的 然后加了这个像 就是它家族传承了这个木纹之后 整个是一个融合 就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质感了 这个车 你们动作还挺快啊 都坐上来了 对 不期待啊 怎么样觉得舒适性座椅 我觉得这座椅 这个颈部的设计 我觉得挺舒服 那我们都在这儿靠着 我来给你讲一下 它的这个头枕特别有讲究 你看它这个头枕 两侧能往里掰 这个就是特别像飞机的走筒舱 有一个细节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我睡觉 我可以在身上睡觉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很舒服 对另外你刚才按的那个键 一直没按动的那个 那个是一个可以前后条件 而且它的范围非常大 你往前 你看对 不同身高的人 对像这种 不同拖 拖着你的颈部的角度 那现在人这个颈椎病特别多 所以你挑车的时候 这个头枕特别重要 我觉得有70%的车的头枕 我都不舒服 我也是 它会设计成这个状态 这个形状 其实你颈部是没有支撑的 我还要去买那种记忆的颈枕 这个就你可以省了颈枕 它实际上它的头枕 它设计的时候 是要往前顶 它是要防止你在 骑下车或者出现危险的时候 你的颈部受到一个 叫甩边效应的一个动作 然后伤到你的颈椎 对 它的那个一瞬间 那个安全带勒 你的颈椎的这个力度 是非常大 有一些车 它就欠考虑这个舒适性 所以坐着就不 但是奔驰这个就不一样 这是它一个特别大的特色 一会你们可以到后排去试试 它那个后排的头枕 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就非常好 怎么样 反正你觉得这个前排 咱们现在坐的空间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它这个空间 就是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 因为我们很多说 就是车内空间大呀 怎样怎样 但你觉得就是哪里不顺手 或者是它不合理 但这个很合理 我特别中意的就是它 这部分 天气凉了呀 或者是哪怕是眼下的时候 女孩子还爱喝奶茶 可能就出门会带大的 就是果汁奶茶 再加上保温杯 然后就很多 但是通常我们在这个部分设计很多车 在这个部分放杯子 你会觉得不够放 然后它会有洒 或者是它太高 放在这儿 你就会挡着你手部的操作 小 就是不太方便 但它放这儿 它空间非常大 而且这个东西 就是你哪怕放一个放盒 放在这儿 它都可以放进去 车门这个储格 基本上所有车都有 但是像就是有的车设计的好 有的车就像你说的是吧 只是解决有不的问题 对它只是一个 你什么也放不进去 你觉得 而且现在 尤其是这个国人 他特别喜欢养生 都是像你说的 带保温杯 左一个保温杯 右一个什么门销杯 对对 保温杯特别大的 然后一般的像这种欧洲车设计 它在做本土化设计的时候 这一点其实做的不是很好 它欧洲人不喜欢 就是不习惯拿保温杯 这种特别大的 人家可能就买个星巴克 人家就随便 就放这一放 或者买个麦当劳 往那一放 人家没有这保温杯的许多 我们需要文化输出 家庭文化输出 而且就是这个部分 可能很多带孩子的家长 也觉得很方便 它这边 不像以前 我们之前放很多东西 我自己要带 出行的话 会带很多电子设备 各种各样的手机 手电宝什么的 然后基本有的时候 会放来会晃来晃去的 它这个空间 其实是随手都可以拿到 我觉得这个 就是安排是比较合理的 那前排这块 而且这个 你知道我自己的车 就经常是我拿眼镜 它就会掉下来 但它这个地方 它设计了一个拖 就是它不会让眼睛掉下来 这个可能是个很小 很多人不会注意 但经过我每一次 拿东西都会掉的 你就会知道 这个拖它有多重要啊 而且它这个 它这个是两边有拖 中间是空的 对 既不容易掉又好拿 其实这种细节 就是你可能很多人用不上 或者是你会觉得 听我们说 我觉得挺鸡肋的 当你真正你很需要它的时候 像我这种经常拿眼镜的人 就会知道它这样的设计 有多么的暖心啊 老师我现在是觉得 我这大肠腿放得非常舒服 我刚才观察 凡然是属于女生这边身高 还是比较高的 诚实回答 也是要健身高 1米68 我们刚才这个腿啊 身体啊 对 其实后排空间是很多 就是想要说 自驾游的朋友啊 包括说喜欢SUV的朋友 特别在意的一个地方 它这一点坐的空间 还是挺大的 而且它这个座椅 它对你腿有一个很好的支撑 就它这个皮的感觉 它的弹性啊什么的 让你整个坐上去 不是太软 那有一个支撑力吧 背靠啊 头枕怎么样 感觉 头枕刚才就像朱老师说的 它这个头枕 还是对颈部很友好 那咱们走之前 我先跟你们简单介绍 介绍这款车 好吧 这款车用的是2.0升的直列四缸 涡轮增压发动机 现在GLC的全系 都是2.0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2.0T 但是它有三个不同的调校版本 中高低三种功率 那咱们现在开的这个260 就是中间这个功率的 它是155千瓦 最大是350牛米的这个扭矩 动力很强够用 那你出去跑长途的时候 尤其是在高速的时候 这个就是这个155千瓦这个数 其实是比较帮助 对跑商都是比较帮助的 然后变速箱呢 就是刚才咱们说过的这个怀档 是奔驰自己的这个9AT变速箱 什么叫9速手自1T变速箱呢 就是说它一共有9个档位 那目前世界上拥有自主研发 变速箱能力的主机厂 其实很少 奔驰啊 丰田啊 可能一共也就是这么两三家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主机厂和配套厂 这个联合开发 你想宝马呀 他们用的其实都是其他的这些配套厂的 这些变速箱 那奔驰的这个9AT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从S级到我们现在这种GLC 或者这种C级 用的全是这个9AT变速箱 所以说你现在开30多万的车和开200多万的麦巴赫S级 其实在硬件上是相差很小的 我是喜欢这个说法的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说法 对吧 要是我去当销售的话 一定要把这种这种事都说出来 对对 特别能够抓消费者的内心 然后就是四驱 你要出去玩 难免会有一些烂路吗 这个车是一辆全时四驱的车 也就是说 什么都不用你管 它需要的时候 它会自己在前后轮分配动力 然后帮助你脱困 就是很聪明 这个车很聪明 对对对对 还有两个女孩需要了解一下的 一个就是它有一个自动刹车系统 这个也是不用你管 这个功能打开以后 它在前方 它会自己判断根据车速 还有跟前车的相对速度 还有距离 然后来判断 帮你进行一个辅助的刹车 对 那很聪明 对 比如说尤其是你跑长度叫累 偶尔走神什么的 这个东西其实对提升安全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还有一个就是缓解疲劳的 这个叫自适应巡航系统 它是这样 它是我们传统的定速巡航 就是固定住速度一直开 然后它这个是 可以根据前车的距离 你设定好一个固定的距离以后 它可以根据前车的速度 进行加减速 也就是说 你只需要方向盘 然后你就看前面的路 你的刹车和右门 你不用管 你可以一直开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 自动驾驶 对 它是介于自动驾驶 一共分五个级别 现在它这介于一级跟二级之间 五级就是这个车 可以自己上月球了 现在是不太能实现的 现在一般的车也就是二级左右 所以它就等于说 它在行车的过程当中 它有帮我们做很多 对 那老师你换的座位换的好快 我说着说着你就过来了 过不及待想感受一下 对 OK 那咱们就开始 这个车的底盘呢 其实调教的就 我觉得是那么德系的 因为它在国创以后 一个是轴距变长了 然后另外呢 它做了一些本土化的设置 所以说它的这个悬挂的初段 调教的稍微柔和了 刚才其实也过了两个减速带 对 然后一个弯路 感觉整体都很融合 我这个副驾的位置 是很融合 老板觉得怎么样 是我觉得吧 坐车 你要是没有这种感觉 那你在开车是在干嘛呢 对吧 就是我没有这种路 路况的这种感受 叫路感是吧 对 我也学了个专业评计 还是喜欢那种驾驶感 对 我觉得它要中和一下 就它不能完全特别绵软 然后它也不能说做的太硬 就是你一座过减速带 又弹起来的那一种 它做的中和一下 密闭性怎么样 声音控制的相当不错 整体的噪音过滤的很好 那实际上这个汽车的噪音 来源主要有三个部分 发动机 这个叫发动机噪音 然后还有风噪 我们在开的速度比较快的时候 会有这种风声 比如反光镜 阻力的那个声音 对 然后还有就是轮胎的噪音 那这辆车其实你们可以看 它其实主要的噪音 来自于就是轮胎有一点点 跟路面摩擦的噪音 但是你看发动机的声音 基本上是听不见的 对 发动机的声音 我是不太听得到的 发动机呢 这一个是震动 一个是噪音 那现在其实震动 我觉得你们应该感觉 不是很明显 那这个车的平纯性 做的还是不错的 NVA是好了以后 这个音响系统就特别好 刚才那老师 咱们不是试过这个音响 我还比较关注啊 因为要经常出长途的话呢 肯定还是希望路途当中 听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 但是一般舒缓的音乐 必须要有一个 稍微安静一点的音乐 你要说我们天天听 这个特别暴躁的音乐 那就是暴躁的音乐 再加上你因为你长途嘛 你要速度又很快嘛 整个都特别长 然后整个人就很糟 就是当音响开到最大的时候 其实你整个人就越开越灶 灶啊 灶不怕呀 来 看看这个 打开全景天窗 是不是豁然开朗 我见过其他车型的 就是给我印象当中的 全景天窗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 从我后是有一个合的 然后它有点影响 我视线的眼神 你车顶如果是 整块玻璃 对 它实际上玻璃 你的承重是有限的 那这个有了这颗承重量以后 你整个车身的刚性 还有你整个 这个车身的这个安全性 它都会有帮助 都会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奔驰的这种设计 你想说奔驰 它没有做一个 整块玻璃的技术 这可能不可能 对 它既然这么选择 我觉得肯定是 我跟您说的道理 这东西就是一个 取舍的问题 对 很多时候 很多女司机 或者是一些年轻人 在选择轿车或SUV的时候 她会很在意天窗 有一部分人是这样 因为当一家人坐在车里 或者哪怕出行的时候 你下雨了 你把整个天窗 全景天窗你拉开 然后也是阳光特别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 咱们讲的是一个氛围 但我也是想说 在你选车的时候 其实你稍微牺牲一部分的美感 稍微牺牲一点点这样的美感 换来的是更多的安全性 这是很值得的 很划算的一笔买卖 那怎么着 换你开开试试 快 快换给我 那咱们回去换人 探已久 好 开了这会儿 你觉得这款车 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呢 准确的来说 推荐的这款车 完全的符合了 我心里对于自驾游出行的需求 而它满足了 对这部分的车不想象 尤其是你坐到这里的时候 你根本想不起来 天窗那个横梁 有没有影响视线 你也想不起来 后座上中间的那个座位 它底下的凸起 也不影响你的腿伸直 根本想不起来 你就觉得 这台车是我的 我要把它开走 看着我的小车 吃着火锅 掺着锅会都美了 二位请坐便 什么是全时四季一种 简单的说 就是在当你遇到烂路的时候 所有的情况 它都会自动的帮你处理 你不需要任何的操作 有一个最方便的 对于女生来说 就是它的远光还有近光 都是全自动 不需要自己去再去调节 意思就是说 当它可以自动感知 这个光源的明暗